所以怎么看中国的绘画 其实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偏离过 中国在历史里所形成的一种审美的习惯 而这个审美的习惯 一个是意境 讲求作品里面的意境 而另外一点是西方人绝对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就是一个艺术的作品里面 反映出一种人格上的高下 你说这在西方的形式主义里面 或者在西方的Renaissance那个传统 再现真实的那个传统 没有办法理解 可是中国的绘画所追求的那个意境是什么呢 那个是意境反映出一个创作者 他个人的品德修为 跟他的心的志心智跟他的精神境界的高度 而在一个作品中要能够看到 而能够反映出来所能够借用的载体是什么呢 那个载体就是所谓的笔触笔墨 在你的下手的这个笔墨之间 你所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气质 由这种气质的界定来看这个艺术家的高低 这个在西方你去学艺术 你学不到这样的判断能力的 因为没有人会跟你讨论这一点 那我一直试着要跟大家解释清楚 说这个艺术是很高的境界 这个艺术是一个很俗的境界 这太抽象了 怎么去解释呢 后来我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了 大家总会看女人吧 女人总能够看吧 如果对面走过来有一个女士 不管她有没有化妆 她的姿态优雅 她的一举 一举手一头足 她的眼神顾盼之间 让你觉得这个女孩 好像是天仙下凡来 这就高了 可是对面走过来 有一个女士 很香的香水 脸孔像一个调色盘 好像所有的名牌 全部穿上来 还挂一个包包 怕人家不知道是哪个牌 这就俗了 这是我能够想到的一个 最具象的说法 我不想不出更多的说法了 但是至少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去想象那样两个女性 一个是像从神话故事里 出来的女子 一个是刚刚shopping结束的 一个女子 那这两种的 对 但是都美啊 脸孔都很漂亮 身材都很曼妙 都美啊 可是在这个美之间 她有了一个高跟俗的境界的分别 这刘晓东跟那个 什么红 玉红 真糟糕 玉红老师把我打死了 OK 然后呢 我们看到很多运用到观念的艺术家 其实他们是不计较媒材的 那本来 摄影艺术 是被看作是比较绘画 要低一等的艺术 因为有了观念艺术 有了行为艺术 有了环境艺术 有了地景艺术 大家都得靠摄影来做记录 反而把摄影的地位给提高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多媒体 multimedia 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现成物也可以用 所以呢 即使是编织的 即使说这个材料 这个做法 是来自于工艺的领域 它也依然可以在 高艺术的环境里面 占到一席之地 刚刚我谈到的 中国有至少一千年的 文人绘画的历史 我暂时还不谈宫廷绘画 我只谈文人绘画 这个文人绘画的历史 怎么可能发展到二十二十一世纪 就从此断送在我背手中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中国的传统的 这个系统的绘画 我估计在未来的十年 可能因为政府主导的立场 这一类的绘画 这一类的艺术的形式 应该在未来的十年 会有非常好的 发展的舞台 而所谓的水墨 也不一定都是 用传统的手法去表现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当代新水墨 用手指也能画画的一个例子 没了 请把灯打开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 我心里还有很多图片想放进来 就像我做展览的态度一样 我每次做展览 那个空间如果可以放二十个艺术家 我肯定放六十个进去 我喜欢把展览场弄得像一个万花筒 Kaleidoscope 塞得满满的 因为现在我们所习惯的 看到了我们的monitor上面 我们在用网路用电脑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开很多的视窗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看待艺术的方式 所以 在我的眼光中多极是美 是我的choice 因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今天的当代艺术 指的不是某一种的艺术 我每次在微博上都跟 微博上有一些积极的偏激的分子 在那边舌战 你们很多人都看到过对吧 看到我在微博上跟人吵架 因为他们认定 contemporary art 是一定要有立场的 但是我认为的 contemporary art是什么 我是1951年出生的 所以我的contemporary art 是从1951年到现在 所有艺术创造的形式 只要他还活着正在发生 都是contemporary art 没有哪一种才是contemporary art 艺术创造者 你只要不是复制古画 你做的作品是反映你所生存的时代 有你的立场 你的表达 就是当代艺术 至于你要选什么材料 什么形式 那是你创作者你家的事 不是我的事 至于我喜欢什么艺术 那是我的事 今天我们透过了 这种网路的媒介 大量传播的信息 我跟你说 不会全世界的人都只喜欢江南style 我周边的朋友没有几个人喜欢江南style 但是我这个怪胎我喜欢 那是OK 他们可以去喜欢Adel 喜欢别人 你不是一定要喜欢某一个人 但是因为这个网路信息的发达 它让我们都知道跟你不喜欢的人是长什么样的 很容易得到信息 所以我的态度是当代艺术就是多元的 势必是多元的 而且是观众的选择的 以前是institution都有很大的权利 美术馆的馆长 美术馆的策展人 大画廊的老板 他们的品位在界定 今天我们所看到所谓的art word 那个art word是small circle 我们以为的art word是small circle 是一小群有权利的人在玩的游戏 但是在未来的世界 是观众选择的艺术的世界了 每人都有一票 透过网路人人都可以赞 人人都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人人都可以吸引跟你 同样爱好的族群 去发展社群去壮大 所以艺术的互动 会越来越积极 会越来越实际 我回归到谢馆长开始说的 学术界的人听了 鼻子冒烟 头顶冒火 你这个馆长 说什么 怎么讲都是市场 其实 我家的老学丘 就是学术 我先生就是学术的 只要他活久一点 他就是icon 但是我在天天逼着他上网 跟我一起玩我的当代艺术 他也是很不能适应 很多当代艺术的形式 但是我要说的是 不管我家的老学丘 还是我这个奇怪的老太太 我们都是活着的样品 只要活着 就是一种艺术的形式 没有这么严重 他也是人吃三顿饭 要照样蹲马桶 一样的 所以不要把学术 变成一小撮人 彼此肯定 彼此相恋 彼此交配的一个游戏 好吗 市场说的并不一定是商业 市场说的是 你有足够的人来赞你吗 你有足够的粉丝吗 你有足够的人来认同你 来 肯定 你的艺术吗 市场应该说的是这个吧 不完全是商业的操作而已 所以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一个整晚没有睡的 我昨天刚刚过了我62岁的生日 所以这样子一个 混沌状态的脑袋 跟大家分享的当代艺术 请你们不要相信我 好吗 那 好像我是把我们对谈的时间都侵占到了 现在应该轮到我们俩来对谈 那待会有问题的话 我们在对谈的时候 大家随时提出来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陆老师 我跟陆老师已经认识非常久了 他每次不断以新的造型来吓我 我决定下次要吓回去 他的演讲总是会让我动容 我刚才写了好多疑问 但是跟陆老师到现在 他每次都让我又爱又气他 就他刚才讲说 他的展览永远是 20个人scale他做成60个人 我跟他从第一次合作展览 是复数员的时代在1999年 我们办了一个最大的展览 去中国美术馆 然后那时候的scale我给他是45个人 到最后变成75个人 但是到目前为止 大概中国还没有办过 超过这个scale的展览 在那个展览里面 陆老师邀请了其他六个不同车展览 帮我们撰写文章 其实是一个全面的梳理台湾的当代艺术 但是至此之后其实更希望有更多的梳理台湾当代艺术的东西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再看到 比这个还更大的展览 之后在台北当代艺术馆 跟陆老师从我们做那个虚拟的爱 好像我每次闯祸都跟你一起 但是就是春上龙 请春上龙跟那个 奈良 奈良 因为我是掌管预算的人 每次我就在后面拉他 然后他就给我往前冲 所以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scale也是从当初 都是会涨到50%以上 所以跟陆老师在一起 我总是拉他那个人 事实上他一直是当代艺术的领军人 虽然争议很多 但是他永远是我心中的陆老师 因为我的个性 只要是做预算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保守 但他永远在前面冲 我觉得他永远不落后 所以我在当代艺术圈子里 其实在骨子里 我觉得我挺传统的 可是在实际上面 他一直都是 包括在思想上面 包括在争议上面 永远都是在领先军 他在微博上跟人家吵 我偷偷发一个私信给他说 叫他不要再跟别人吵了 因为在中国 我通常不会再跟那些人 起任何争执 你们在还没有提出问题之前 其实陆老师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最近已经提出一个 策展人已死这个议题 对我刚刚忘了讲 因为我predict 为什么 人家不了解为什么我去年高调的宣布 我不做策展了 我没死啊 我只是不做策展不可以吗 我是认为curator这个字翻译成策展人是老太太翻的 本来没有策展人这三个字啊 然后现在这个策展人在大陆 阿猫阿狗 认识几个同学 就挡杆给我办展览 然后拿一个名片 陆老师我是策展人 我想是谁啊 毛头小伙子 黄毛丫头 根本艺术史都没念完的人 就在开始做策展人 你要知道在一个美术馆里面 正规的美术馆 你从一个assistant curator 要升到curator 我的husband 我的先生 过去是free and secular gallery的curator 他的assistant 等了差不多30 years 才被promote成curator 之中还经过两个curator 才轮到他 他是curator now after30 years of waiting 所以 今天什么人都可以去当curator 是什么事情啊 然后这些curator 根本也不是真的要做展览 很多都在倒卖作品 那你干脆去做经纪人 卖画算了 你怎么说你是curator 我实在太生气了 我说好了好了 我决定不要做策展 然后策展人这个三支 我发明了对不对 我说我不做了 意思就说策展人死了 不要做了 因为在未来 只有一种人可以策展 在他管理的人 在institution里面 做管理面的策展人 你才有空间真正在做策展 以后在外面跑来跑去那种人 都是project manager 或者some specialist 不是curator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议题其实前一阵子好像在香港也开始提出这个独立策展人的质疑 但是我自己也有另外一个质疑 今天有时候会跟那个陆老师杠商陆老师要包含 因为事实上我对于大家都是策展人或者是大家都是艺术家 这样子的 大家都是策展人 大家都是艺术家 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策展人 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大陆也是人人几乎都可为艺术家 人人都可为策展人的时代真正到零 会不会是你跟你说的全民美学的那个东西是没有太大冲突的 就是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审核制度 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出艺术史 但是你要不要去买 你要不要认同它里面的文字 其实是你自己做决定 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的局面 而不是我们说了算局面 如果是由我们说了算的话 它形成另外一种我觉得不合理的权威性 因为我说的其实是一个道德操守的问题 因为我对curator这个角色 我还是付诸于他professional的assets 那我说你都可以去做展览啊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做展览 可是你叫你project manager可以不可以 换一个title 你是一个curator 一个curator你应该有你的 你最basic的一些做人处事的要求 我是这个意思而已 你像我是一个在美术馆做curator 我是真正到今天32年 没有赚过一毛commission的人 不相信你们哪个话都可以举报我 我不收commission 我介绍多少的收藏家买作品 我不拿一毛钱commission 因为我是在museum里面做curator的人 我怎么可以去赚这种钱呢 这是我要说的事情 是一种asset 一种professionalasset 在curatorship里面 死掉了 所以我生这个气 但是做展览谁都可以做啊 谁都可以做 现在画廊啊 拜托你们不必要为了虚荣心 去花好几万人民币 几十万人民币 去请一个curator帮你策展 你开的画廊 你出的房租 你花的这么多钱 你不会自己策展 你去叫人家来花你的钱啊 你有毛病啊 你本来就该对你的画廊负责 你要有眼光 你可以聘一个in-house的curator 被你要求 被你训练 被你虐待 可是你也没有理由去 大笔大笔的影子 去养的那些 到处跑的curator 我不认为那是必要的 那是我的观点而已哦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